这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本来我那个叔叔他放了2000万 反正就是他们是很熟的 他说他是经理人啦 但是他说这个钱是放在一个叫海外基金的标的 这位被我打了马赛克的男人 是安娜的叔叔的好朋友 毕信吴 你们可以叫我吴大哥 他们应该是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 应该吧 在某个适合看大师的日子 吴大哥以经理人的身份 跟安叔叔 海蛙疾病无极类海外套礼基金 惊叹哦 然后接下来四年里 安叔陆陆续续丢了2000万下去 你没听错 2000万 不过安叔这四年都有稳定的标利息 于是安叔也推荐给了安娜 吴大哥让安娜提供资料后 练帮安娜注册好了这项佛资项目 然后因为是海外的嘛 所以当然就是不像你们台股可以这样每天看什么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APP 是可以点进去看他的配息什么之类的东西 好 反正我叔叔放前进去已经放到几年了 然后他每年真的有拿到12%配息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哦 所以我也把情况取得吗 就是他虽然配12% 但你知道他买的东西是什么吗 不知道 没关系 不知道没关系 不知道好继续 我 他基本上就是用什么外汇套礼的方式啊 就是转某某某套礼的方式去跟你说我会愿意支付钱给你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来讲 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保本还每年配12%给你 那你去银行借钱要几%的利息 2% 那全部人都去借2%利息放到12%的产品里 那中间都会赚4% 那为什么银行不自己去做这个业务 他可能自己的钱也放在里面 他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所以他可能不是有意骗你的 但确实这件事情就是 这个资金盘一个老鼠会 他们要的就是你的本金 就是不管10年15年之后 他要的就是大家全部的本金 等他觉得 他的这个资金规模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全部卷走 你可以看他投资什么东西 他完全写不出来 因为他就会直接跟你写 我是利率套礼 跟我是货币套礼 可是靠什么利 买什么商品 他绝对不会跟你讲 因为他讲说出来 不然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不然对啊你现在打电话给他 你直接问他 要不要讲什么 就是说为什么钱都拿不出来 我可以先拿一部分 嗯 我可以这边先事前跟你讲 他绝对说就不行 他一定会用各种理由各种法规去拖延 那你就我要打电话吧 我打啦 不好意思 对我可以讲话 我之前有跟你讲话说 因为频道 从而去的就是 被人家传伤器械 因为我现在是 平常每次都讲的 营州都会 究竟什么都会 不然在你们都会走 所以我现在是 拿不到 被谁也拿不回本情吗 对啊 你跟我讲过 过外的经历 我讲过他 他们这么经历 但他人家传伤器械 接了不然会 如果这样的话 我马上可以再用这个试图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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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想问的是说 其实我有看到新闻 我在想说 对 就是 就是 如果真的拿不回事 我们想要自己知道 我必须要被这样作则 对 对 所以就是你不会有个下来 对 对 好 了解 谢谢 谢谢